议长童子伟特地和今年度获得国中以及篮球联赛冠军的 名传国中篮球队员们跟机商篮球队集长加油打气并且授旗 祝福机商篮球队在即将开打的113年高中篮球联赛 HBL资格赛一路过关斩将打出好成绩 基隆商工是我们基隆唯一打HBL的这个球队 那我们这个篮球队实力非常坚强 在我们这个校长组长教练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然后我们这个球队训练的氛围非常好 那也即将要出征去打这个我们的家族的比赛 那非常希望他们有好的成绩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篮球的环境 我们在其他县市家族非常优秀的这些学校长期的这些禁旅 都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资源来赞助 包含这个训练的过程啊一地训练等等 所以我们基隆商工当然因为我们基隆市 整个企业规模稍微小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一起 我们支持我们这个甲主在地的球队 那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支球队 所以我们这次非常感谢我们协和电厂 率先来赞助我们这个美学企 都来赞助我们这个机商篮球队的一些训练金 那我想这是一个抛砖营域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不管是大小企业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基层篮球 基层篮球的墙我们这个环境才会更完整 因为这是高中的代表嘛我们希望国中端也可以来参考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三级制建立起来 未来我们基隆市的这个篮球环境可以越来越好 在议长同志伟积极牵线下台电协和发电厂 也由副厂长简明利代表 专程到现场制证 从今年开始的球队训练赞助金 希望作为基商篮球队坚强的后盾 而基隆商工篮球队也加紧练习 希望不负大家的期望 我们目前的目标就是先把这个赛顺利的晋级 那我们长远的目标还是希望可以晋级八强这样 目前球队的状况都非常的好 那我相信他们在训练上的要求 都有做到我要我的东西 那我想我们球队的球风还是以快 转换快攻为主 那我希望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多利用转换快攻 然后拿到很多的分数 由于民传国中在国中遗嘱全国篮球联赛开打前 就曾经到基商练球 并且和基商篮球队对打增强实力 因此教练带着球员们 一起来祝福基商篮球队的大哥们 起开得胜 这几年的成绩在一些准备期的时段 然后我们都有来到基商 然后跟做一些交流赛 那也很感谢基商在这几年对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在比赛前能够获得很好的对抗 然后让球员增加一些比赛经验 跟提高球员的强度 对那我很感谢基商 然后再来就是在他们星期天制格赛前夕 能来这边替他们加油打气 我们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也希望基商在这个赛能够挺过 顺利晋级16强 明传国中篮球队教练 同样感谢在议长童子伟前线下 获得台电鞋合发电厂 今年开始对明传国中篮球队的赞助 很开心协得电厂从今年开始 赞助我们明传篮球队 然后一些补助金 然后可以让选手在一地训练上也好 然后或者是在比赛的交通费用上 能够多一点帮助 然后也很感谢协得电厂 然后也谢谢议长的前线 同志伟肯定明传国中篮球队的表现 也鼓励基商篮球队放开打 积极求胜 参与生 参与生 记者吴俊松 其董报导 是